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响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黑金世界 破解贩毒集团的运营术》 作者温莱特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 他曾任该杂志驻墨西哥分社社长 负责中南美洲和美国边境地区相关新闻 我们都知道 毒品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它几乎渗透到了每个国家 其中 美洲更是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拉美地区是全球重要的毒品生产基地 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每年都有大量的可卡因和大麻等毒品 由拉美国家走私进入美国市场 由此形成了一条跨国的毒品产业链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 那些毒贩子都是既狡猾又残忍的冷血杀手 可要运作这个庞大的毒品产业链 光靠暴力是不够的 还要有精明的商业头脑 近些年来 美洲的贩毒集团在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这些趋势更加符合商业规律 因此本书作者认为 在打击贩毒活动时 应从贩毒集团的商业规律入手 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完成此书 作者深入美国边境 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见到了很多毒贩 从而获得了大量医手资料 本书观点新颖独特 曾被评为2016年亚马逊年度好书 下面我将分两个部分 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华内容 第一 美洲贩毒集团在运作中的新趋势 第二 美洲国家应该怎样打击毒品犯罪 好了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内容 我将分别从人力资源 原料供应 运营模式 产品销售和市场竞争 这五个方面来分析 贩毒集团在运作中出现的新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 贩毒集团通过公司化管理 吸纳成员加入 管理学的专家们经常爱讲 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在毒品产业中更是如此 因为毒贩们会经常遇到警察的抓捕 和与其他团伙的活并 所以贩毒集团的人员流失非常快 可他们又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公开招聘 因此人力资源问题 是让贩毒集团最头疼的问题 对贩毒集团来说 有犯罪背景的人 显然是最合适的招募对象 因此监狱就成了 他们最好的人才市场 在这里 罪犯们无所事事 出狱后又没有工作 所以很多毒贩被捕后 就利用这段时间 在监狱里物色新成员 对这些新成员来说 相当于出狱后马上有了一份工作 况且薪水是其他工作没法比的 本书中讲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一个叫乔治晶的老毒贩 入狱之后就招募到一个叫莱德的大麻贩子 乔治晶擅长用飞机运毒品 而莱德恰好在哥伦比亚有熟人 他们出狱后 合伙用飞机将可卡因 从哥伦比亚走私到美国 他们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 莱德也随之成为了一名大毒枭 莱德曾说 丹博里监狱就是他的大学 除了为以后寻找挣钱的机会 监狱里的犯人加入贩毒集团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保护自己不被欺负 在狱中 罪犯一般都会形成不同的帮派 这些帮派会向其他孤立的犯人 收取保护费 而且随时可能处死不听话的犯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美国加州的监狱里 有个由墨西哥犯人组成的黑帮 叫墨西哥黑手党 这个黑帮经常虐待 甚至杀掉其他的犯人 为了自保 一些拉丁裔的犯人联合起来 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帮派 叫我们的家族 他成立后 也开始向其他犯人收保护费 并且他的成员出狱后 会继续从事贩毒和其他犯罪活动 也就是说 我们的家族在监狱内外 都有自己的组织 当一个犯人在狱中加入了这个黑帮 他出狱后 就会直接去贩毒集团报道 我们的家族黑帮虽然起步晚 但很快就后来居上 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墨西哥黑手党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因为他在管理模式上做了大胆的创新 包括墨西哥黑手党在内的绝大多数贩毒集团 实行的都是帮派化的管理模式 老大拥有绝对的权威 其他成员必须严格执行老大的命令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很容易导致黑帮的头目们滥用职权 他们会经常剥削和虐待低级成员 很多人因为害怕被虐待而不愿加入 而我们的家族却效仿普通企业的管理模式 设计了一个不同的组织结构 这个黑帮将成员分成四个等级 最上层是一个三人组成的组织管理委员会 类似公司的董事会 帮派的重大事项实行投票表决 委员会下面是几名上位 再往下是中位和士兵 他们分别相当于公司的高管 中层和普通员工 如果低级别的成员遭受剥削虐待 可以检举他们的上司 而且即使是委员会成员 如果做出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的事 也会被弹劾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民主化的治理模式 来吸收更多的成员加入 事实证明它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到2016年作者写本书为止 我们的家族已经有大概500名核心成员 和1000名左右的加盟成员 下面来讲第二个趋势 贩毒集团通过控制供应链 保证了高额利润 我们以可卡因为例 可卡因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南美的波利维亚 哥伦比亚和秘鲁三个国家 它是由骨科树的叶子制成 骨科树的种植由当地的农民负责 贩毒集团从农民那里收购骨科叶 加工成可卡因 再卖给顾客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这三个南美国家的政府 开始通过铲除骨科树的种植来禁毒 这个行动的指导思想很明确 即通过控制毒品供应的源头 打击毒品产业 这也符合一般的行业规律 因为一旦原料供应不足 可卡因的价格肯定暴涨 吸毒者就不得不减少消费 到2014年为止 共有12万公顷的骨科树被捣毁了 据联合国粗略计算 这相当于南美近一半的骨科树被铲除了 对任何产业来说 这都是致命的打击 它必然导致终端零售价格飞涨 但是可卡因的市场供应一直很稳定 价格也几乎没什么变化 那么问题出在哪了 本书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因为蟑螂效应的作用 可卡因的原料供应并没有明显下降 所谓蟑螂效应 是南美洲当地的一个叫法 意思是当你把蟑螂从一个房间赶走 它们马上就会出现在别的房间 在铲除行动中 当某个地方的骨科树被铲除后 农民就会换别的地方继续种植 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铲除行动的效果 其次是贩毒集团借鉴了沃尔玛的运营模式 保证了自己的利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沃尔玛每年能够产生5000亿美元的利润 它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对供货市场形成了买方垄断 也就是说供应商没有其他渠道可以卖货 只能卖给沃尔玛 因此拥有垄断地位的沃尔玛 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来压榨供货商 在毒品行业中 贩毒集团扮演的角色和沃尔玛是一样的 它们同样对原料市场形成了买方垄断 通常每个地区只有一个贩毒集团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团伙是当地骨科业市场的唯一买方 也就能任意操控采购价格了 这样一来 即使当地的骨科业供应减少了 可毒贩的收购价格依然不变 因此贩毒集团通过垄断原料供应 保证了自己的利润 铲除行动造成的损失 实际是由农民来承担了 最后 可卡因价格始终很稳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它的利润率 在哥伦比亚本地 制成1000克可卡因 需要价值385美元的骨科业 而在美国 这1000克可卡因的最终价格 大约是12.2万美元 即使扣除各种费用 从骨科业到可卡因的价格增长幅度 也超过了300倍 在如此高的利润率面前 即使骨科业的价格涨了三倍 对可卡因零售价的影响 也不超过1% 由此我们看到 毒贩通过控制可卡因的供应链 保证了自己的利润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趋势 贩毒集团通过特许经营模式 实现了快速扩张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特许经营模式在全世界开始大规模流行 它是指授权人以合同约定的形式 允许加盟商使用其商标 专利和经营模式等 并向加盟商收取一定的费用 比如麦当劳就是通过特许经营 搭建了遍布全球的网络 如今一些墨西哥贩毒集团 如西纳罗亚和哲塔斯 也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快速扩张 作者采访过一个叫米格尔的墨西哥毒贩 他是西纳罗亚在马德雷地区分布的头目 在总部的授权下 他从农民那里收购大麻 经过加工后把大麻走私到美国 在当地 像米格尔这样的毒贩有很多 他们各自为西纳罗亚集团负责一小块地盘 在特许经营的模式下 这些毒贩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他们可以选择和哪些农民合作 自主决定采购数量和价格 另外 毒贩们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做生意 几乎没人去抢别人的生意 在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中 折塔斯是发展最迅速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运作的 折塔斯在一个新市场开展业务时 并不是从零做起 而是先从当地筛选出最有发展潜力的犯罪团伙 再把它发展成折塔斯的分布 折塔斯会和分布组织签一份团结条约 这相当于特许经营合同 折塔斯的总部给分布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 分布向总部上交一定比例的收入 和麦当劳一样 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受益 在特许经营的模式中 资金由分布自筹 这能为折塔斯省去大笔开支 而且折塔斯还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分布在当地的资源 比如能否买通当地的执法部门 是保证生意成功的关键 而这让本地人去做显然更合适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折塔斯也很明白这个道理 通过这种模式 他实现了低成本的快速扩张 对分布来说 他们可以从总部那里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 还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巧 比如怎样制造汽车炸弹 这和麦当劳教分店的员工炸薯条是一个道理 最重要的一点是 分布能分享总部的品牌效应 因为折塔斯的知名度很高 分布以他的名义进行毒品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动 必然会增加不少威慑力 折塔斯热衷于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 这好比麦当劳在世界杯上打广告 全世界的分店都能从这次广告中受益 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 折塔斯从2010年开始 在短短几年内将势力从东墨西哥 扩张到了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岸 可以称得上是犯罪集团中的麦当劳了 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趋势 美国的毒贩通过网络来销售毒品 在网上贩毒依赖于两个条件 一是暗网 二是比特币 暗网只能通过特殊的浏览器才能访问 而且可以掩盖浏览痕迹 而比特币可以掩盖支付痕迹 这两者加在一起 让警方很难追踪到交易双方 这使得网上贩毒比传统的毒品销售更为安全 买卖双方再也不用躲在城市的某个阴暗角落 偷偷摸摸交易 时刻担心碰到警察 另外 传统毒品交易的效率很低 一个吸毒者只能从他认识的毒贩那里买到可卡因 即使这个毒贩的收费很高 服务很差 对毒贩来说 找到愿意出高价的客户也很难 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关系网经济 即买卖双方只能再和他们同处一个关系网的人进行交易 但是网上交易出现后解决了关系网经济的难题 一方面 商家可以在网站上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广告宣传 另一方面 买方可以通过比较 找到他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毒品 为了解毒品是怎样在网上交易的 作者在一个叫做进化集市的非法网站注册成用户 他在浏览时看到 网站上有可卡因 大麻和冰毒等各种毒品可供选择 吸毒者可以从中挑选不同品质和价格的毒品 而且与合法网站一样 买方也会对各个商家的产品和服务做评论 为了试探他们的服务质量 作者给很多商家发了信息 咨询毒品的剂量和包装等问题 所有的商家都非常友善地回答了作者的问题 而且整个交易过程都不需要离开家 和传统的街头毒品交易方式相比 网上交易可以说既安全又方便 对警方来说 打击网上毒品交易非常困难 因为他们很难追踪到毒贩 而且即使关闭了某个毒品交易网站 很快就会有新的网站来取代他们 因为网上交易有很多优势 所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毒品交易在网上进行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趋势是 贩毒集团以合作来取代竞争 和其他企业一样 贩毒集团也要应对同行的竞争 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 他们会经常爆发激烈的冲突 在我们的印象中 毒贩们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争斗状态 但毒贩们也会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纠纷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美洲的萨尔瓦多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在2012年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几乎在一夜之间 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出现了大幅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 在萨尔瓦多有两个势力最大的黑帮 分别叫萨尔瓦多人和十八街 他们主要从事毒品贩卖和收保护费等犯罪活动 当有新成员加入萨尔瓦多人黑帮时 黑帮就会在他身上 纹上有萨尔瓦多人标志的纹身 这样一来 这名成员就不可能叛变或找到其他工作了 十八街黑帮也是如此 这两个黑帮为争夺地盘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在有些相互竞争的地盘 他们不得不打价格战 降低毒品售价 据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 大约有5万人在帮派冲突中丧生 可最后谁也不能吞并对方 于是两个黑帮的首领想了一个解决方案 与其无休止的争斗下去 为什么不采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呢 具体的办法是把整个国家划分成一个个骗区 两个黑帮各占有一部分骗区 只在自己的骗区里从事犯罪活动 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 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降低暴力冲突带来的损失 这种通过协议或合作规避竞争的做法 在经济学中称作共谋 在普通的行业中 共谋是被反垄断法禁止的 但是在毒品产业中 毒贩们当然不用顾虑这个问题 对这个解决方式 萨尔瓦多政府也是认可的 甚至还撮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生效后 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几乎在一夜之间 下降了三分之二 但是政府居中调停的做法 受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在很多人看来 这相当于政府在鼓励犯罪 任由黑帮的势力越来越大 2014年 萨尔瓦多政府宣布撤回了 对停火协议的支持 这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犯罪率开始迅速回升 黑帮之间的争斗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好了 第一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美洲贩毒集团在运作中 出现了一些更符合商业规律的新趋势 可以把这些趋势概括为五点 第一 通过公司化的管理 吸纳成员加入 第二 通过控制供应链 保证了高额利润 第三 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实现了快速扩张 第四 利用网络销售增加隐蔽性 同时扩大市场 第五 通过合作的方式降低了竞争损失 那么 根据贩毒集团的这些新趋势 每周国家应该怎样打击毒品犯罪呢 在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一讲作者的建议 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毒品需求端入手 压缩毒品消费市场 二是从预防犯罪入手 打击贩毒集团 先说第一个方面 作者认为 政府打击毒品供应端 并不能压缩毒品消费市场 因为毒品是一种非弹性的商品 即使打击毒品供应 让毒品的价格升高 吸毒的人数也不会有明显减少 因此 毒品的市场规模并不会缩小 而如果民众对毒品的消费减少了 毒品的市场规模自然就萎缩了 那么 怎样做才能减少毒品消费呢 作者指出 政府应该从控制需求入手 在毒品的预防宣传 和对吸毒者的治疗上 做更大的投入 我们一般认为 吸毒的人都是从街头的毒贩子 或毒品交易网站上获得毒品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 据英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吸毒的成年人中 54%的人都是在他们自己家里 或某个熟人家里获得的毒品 还有21%的人是在聚会和酒吧里获得 只有11%的人是从毒贩那里购买的 这虽然是英国的调查 但是说明了一个普遍规律 毒贩并不是毒品销售的终端 还存在一个庞大的零售二级市场 大多数吸毒者是从他们的亲戚 朋友同事那里获得毒品的 很多人偶然从他们的亲友那里 接触了毒品后 就开始染上了毒瘾 因此阻止那些非专业毒贩传播毒品 能更有效减少民众接触毒品的机会 作者指出 如果政府在公共媒体和学校 增加对毒品危害的宣传 会有助于这些非专业毒贩 减少毒品的传播 另外 对毒瘾患者的戒毒治疗 也是打击毒品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吸毒者中 重度患者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消费量很高 另外 为了筹集足够的钱吸毒 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在卖毒品 如果让他们戒除了毒瘾 就等于把毒品市场中 最有价值的消费者拿走了 瑞士是开展戒毒治疗 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瑞士的医生 曾选定了3000名重度患者 他们大约占整个国家毒瘾患者的 10%到15% 但消费了超过60%的毒品 通过专业治疗 他们的毒瘾都有明显的下降 同时 由于把这些重度患者 从市场中剥离了出来 毒品的传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瑞士苏黎市 1990年登记的新染毒瘾人数 是850人 在2005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50人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指出 在打击南美的可卡因原料供应上 每投入100万美元 美国的可卡因总消费量会下降约10千克 如果这100万美元花在毒品的预防宣传上 能降低约20千克的消费量 在学校里做宣传效果会更好 能降低25千克的消费量 可要是把这笔钱花在吸毒者的戒毒治疗上 能降低超过100千克的消费量 讲完了打击毒品消费的问题 接下来再说说如何从预防犯罪入手 打击贩毒集团 在作者看来 各国政府对能立竿见影的执法活动一向很重视 而对毒品的早期预防措施却比较忽视 早期预防措施虽然见效比较慢 但可以产生更大的收益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其中的重点在于改善监狱条件 防止他成为犯罪团伙的人才市场 同时为出狱的犯人提供帮助 引导他们不再从事犯罪活动 我们一般认为 糟糕的监狱环境对犯人更具威慑力 能防止他们再次犯罪 可事实证明 在危险的环境中 犯人往往会加入犯罪组织 以寻求保护 如果监狱的环境改善了 就能有效地挤压贩毒集团的人才市场 在中美洲的多米米亚共和国 那里的监狱原本也是环境很恶劣 很多犯人成为黑帮的招募对象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 政府设立了17座新式的监狱 我们以一个叫纳吉尤的女子监狱为例 看他是怎么运作的 首先纳吉尤监狱专门设置了一个安全级别最高的区域 来关押那些黑帮老大们 这样做防止了他们在狱中发号施令 帮派一旦群龙无首 自然就不会轻易闹事了 其次 纳吉尤监狱非常重视维持犯人和家人的联系 因为犯人在狱中没有别的关系网络 很容易加入黑帮组织 所以和家人保持联系能让他们更有归属感 在纳吉尤监狱 90%以上的犯人都有人来探监 在一个案子中 有个犯人唯一能查到的亲戚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 而且住在200英里以外的山上 即便如此 监狱还是派了一名警察找到了这个人 并把他带来探监 再次 为了帮助犯人出狱后能找到工作 监狱很重视对犯人进行文化教育 甚至强制他们去阅读识字 在这里 犯人的文盲率为零 甚至还有30多名犯人在修大学课程 最后 纳吉尤监狱对看守的素质也非常重视 旧式监狱里的看守能力很差 纳吉尤监狱的看守 则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高素质人才 这样的看守才能正确地引导犯人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 新式监狱的开销自然不小 他每天在犯人身上要花12美元 相当于旧式监狱的三倍 但是这个钱花的值 在旧式监狱里 有一半的犯人出狱后三年内会再犯罪 在新式监狱里 这个比例则不到3% 另外为了让出狱的犯人不再从事犯罪活动 作者认为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比如在萨尔瓦多 刑满释放的人因为有黑帮纹身 不可能找到工作 只能再回到黑帮 对此作者建议政府除掉他们的纹身 让他们有机会找新的工作 在美国的洛杉矶 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在开展这项工作 对想改过资金的犯人 政府会免费除掉他们的纹身 第二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 简单的总结一下 首先 作者建议把禁毒的重点放在毒品产业的需求端 通过预防宣传和对吸毒者的治疗 打击毒品消费市场 其次 在打击贩毒集团时 作者建议政府把更多资金投在预防犯罪 到这里黑金世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讲完了 如今的美洲贩毒集团 早已不是只会打打杀杀的犯罪团伙 他们懂得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 来打造跨国的毒品产业链 所以对毒贩的打击也必须遵循商业规律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好 黑金世界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